邓超其实好好拍戏挺好的 他的演技可以说一流的 但现在邓超事业发展的重心是在综艺娱乐这一方面 并且邓超可谓是解放天性了 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说到邓超的演技自然要想到电影烈日灼心 这部电影让邓超的演技充分展示 邓超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多项大奖 随后在《美人鱼》中 邓超本身逗乐的属性充分释放 演技上升了一个档次 当然这也离不开周星驰的力捧 不过很多人以为邓超对于周星驰并不太感冒 因为邓超曾在微博上称赞向左充满正能量 但周星驰一直以来和向左一家关系都不太好 邓超这不是在打周星驰的脸吗 当然也有可能邓超是无意的 邓超和另一位著名导演冯小刚之间的恩恩怨怨 也非一句话能说清 2006年邓超出演了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 2007年底在《集结号》宣传时 邓超在台上向孙丽表白 还喊了一句孙丽我爱你 这让记者无人关心电影惹恼了冯小刚 一弄之下甩手走人 让邓超异常尴尬 此后两人因为各自的电影在同一阶段上映 还在微博上互撕过 冯小刚在微博上表示 恶贯天使这部电影非常的无厘头 同时还点赞了说恶贯天使这部电影烂的微博 不过在今年的金鸡奖颁奖礼上 冯小刚和邓超也一向免烟筹 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吧